一根记者坦诚确诊 下疫苗却立刻脱口罩 正当全球各国抗疫作战之际 巴西总统波索纳洛却仿佛只身事外 不仅带头拒打疫苗 更祭出惊人之欲 按批疫苗可能潜藏副作用 甚至开玩笑形容 说不定会变成鳄鱼 巴西总统对武汉肺炎疫情 似乎根本没有认真看待过 法规宁当成万灵丹 就算确诊仍旧嬉皮笑脸 波索纳洛曾形容 武汉肺炎不过是小流感 轻乎心态不仅气跑两名卫生部长 更在防疫前线蒙扯后腿 这出失控的总统的戏码 连人民也任无可认 百姓的命不是命 就连得知死亡人数超越中国时 也只有两手一摊 就算被骂翻 总统照样甩锅 导致巴西的医疗系统濒临崩溃 恐将成为疫情大流行的新阵阳 传令新闻 警署会报道